本節目內主持人及嘉賓的言論 純屬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本台立場 iv 使你可以選武 踢爆萬人救誣 結構正確論述 煉弱恐懼教沙 最後是不是自己上車走啊 最後是自己上車走 上車是甚麼車呢 有沒有說 有沒有說去哪裏呢 這裏是調查方向 正公寓調查不負 林子健涉悟警備報 有兩個講國語的人夾著我 一人一邊 總之就夾裝上車 你又是驚訝頭 我送十字架給你 報稱被強行老走的 民主黨成員林子健 事件有突破性進展 警方經過多日調查 星期二凌晨在達國咀 林子健家人的家 ECP誤導警務人員拉了他 到三點左右被押回去 馬鞍山錦峰院的家手證 其實我們所入的資料顯示 事主當日所說的活動 其實跟我們的調查 是有很大的出人 還有他的行蹤 並不是他跟我們所說的行蹤 我們警方有理由相信 這名事主提供虛假的資料 以誤告警務人員 所以今天我們採取拘捕行動 他是不是安全離開王國 警方帶走一部電腦 一部平板電腦等等的證物 事件發生在上個星期四 42歲的林子健 報稱在尼麻地被內地人員 腦走到鄉郊 之後被人用釘書機 在大腿兩邊釘上超過20口釘 之後被迷魂 醒了之後發現在沙灘 之後坐迫使回家 第二天報警 來到煉獄恐懼教室 這一節是免費的 所以我們可以先介紹 第一節說什麼 第一節我講了 大陸和香港大媽兩地大比較 還有大媽黑社會 還有大媽被尋印之事 拘捕 這個相當之大 長穩之得槍魚蛋事件 第二節我講了 日本增加消費稅到10% 消費稅對於日本政府 甚至世界各地的政府 為何是一個很吸引的稅收制度 也講了 其實安倍就著這個消費稅 希望達成2020年的黑字預算 是我自己覺得 一件相當愚蠢的行為 不過詳細的內容 大家可以聽聽 這一節說什麼 當然就是要繼續說 林子健事件 如果我已經安排了其他題目 但現在都要 skip 因為今晚就做這個面具鱗陷 我希望可以再講多些 話說我昨天在碑利曼部 已經講了關於 林子健事件 我自己的看法和分析 好明顯是跟你 和阿碑利的看法不同 原本我很擔心 這些事情 你也知道 在這個社會上 我經常講一個道德光環 政治不正確 你去挑戰道德光環 你當然會被人打 我便免得牽涉太多這些 你有沒有人性 你都會害怕這些 我一向都會害怕這些 是嗎 我或者這樣說 我無謂 因為很多東西可以免得出來 我便無謂去挑戰這些東西 令我自己麻煩 所以我這一節原本不是收費的 然後後來當然 我發現了 原來晚上有峰迴路轉的事件 我亦都想 全香港 我真的只有我一個 是有這麼詳細的說 是用這樣的立場去說 詳細的分析林子健事件 就是有很多坊間的節目 漢牛衝動 但是夠膽好像這樣說 我沒有放出去給大家看 然後有網友 我真的想說 如果我看到這些網友 我真的不要跟別人說 欣賞《啤梨晚報》 欣賞《煉慾淪陷的讀者》 或者觀眾 是高人一等的 是高質素的 絕對不是 有些人說 為何你還說什麼 人都在那裡 我知夠他被人拘捕了嗎 我做節目的時候 是呀 人生攻擊 我幫你也有廢等事理 我都說這班人 是兒童樂園的幼稚到極點 另外有些人 最好會說 喂 你呀 就是猜中先減費出來 在那裡承認 蛤 接著人們還說 別人做的時候還不知道 他不是馬歐拋 你以為我不知道他不是馬歐拋嗎 原本是平日費開兩折 現在你猜中了才費三折 不是 我們有時候也費三折 不是 首先上星期已經費三折 這傢伙是否會看我們的節目 星期一 因為我們的恨人通常從頭到尾 這是很明顯 不是合格的恨人 第二件事 認就當然了 只有我分析這件事 而當我分析完 就證實了林之健 現在是否真的被人拘捕了 被人拘捕了 證實被人拘捕了 OK 我待會再詳細說 那我為什麼不可以承認呢 再者 其實我又不是真的要承認 我是怕被人吵 希望不會有這麼多麻煩的事情 對我沒有幫助 但現在我發覺 現在還有人說 你有沒有人性 這個時候你說這個林之健 沒有 那我就免費給大家去看 而且免費給大家 也是一種罪過 那時候我還記得我送蘋果汁出來給網友 我才不要你的蚊汁 送東西都要被人拘捕 免費給讀者都要被人拘捕 所以你告訴我 這一個網台節目裡面的觀眾 是特別高質素的 我真的不敢苟同 那當然 如果有些付費的調查 我就對 我們就是給錢 你就聽一些獨家的 放心 下次的《啤麗晚報》收回環帳 我再給其他獨家的資料 大家又如何呢 這件事我想要講幾個角度去看 第一件事 當然去到我們現在做節目這一刻 我自己覺得 林子健 雖然我們還未能夠百分百肯定 他是清白無辜 或者是一個被害者 但是這件事有作假成分 起碼都有95% 這麼高 話說 其實由這個《全真社》 出了一堆閉路電視片段 我就覺得已經是九成了 當然有很多人質疑 那個身形差那麼遠 如果你有看過閉路電視 通常都是用港角鏡的 如果你有看過閉路電視 還有你有看過尾圖閉路電視 就知道 尾圖閉路電視 那些東西都彎了 就像黑黑鏡一樣 身形有變有幾奇 廣角鏡是 第二件事就是 他們說究竟 誰知道他是不是 大哥 裝束 行徑 手錶 穿對鞋 全部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段影片我看過一次 但有人說很多次 說不 那裏沒有少許不同 尾圖閉路電視 原本是外八字的 後來變成外八字的 然後有人說 左腳內八字 右腳不是 第二次走一次 腳就低高一點 很厲害 我覺得這些 其實真的無謂 我覺得唯一一個 傳聰詩的 我覺得是有一個質疑 因為 林子健說他自己是 在信和斜對面 即是彌敦道那裏 被人拘捕了 但是 那個 閉路電視片段 最後只拍到他 是由 這個 柏蘭街 和涵美棟交界 轉到彌敦道 沒有去到的 其實 嚴格來說 他在閉路電視 沒有拍到 說他被人捉到 是未報出 柏蘭街 但是為什麼已經去到九成呢 因為林子健說 戴帽子和戴口罩 他沒有做過 這樣就很難說 即是你很難爭 因為 實在太多的證據 是指向了 你戴口罩和戴鏡頭的人 跟你差不多一樣 行徑很相似 假扮是他呢 如果你說你沒有的話 其實那個可疑度 就相當之高 但是 去到 為什麼 我說有九成就是這樣的原因 因為一來未拍到 但是 你當然可以說 我都未肯定戴鏡頭和戴口罩 但是 我就告訴你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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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眼有 那些 閉路電視 都不是拍到 那些東西 那張阿偉是拍不到的 還有可能他就是 就像死角換了 也不定 他就是要就這些位 但是我想這些都是九成 我自己覺得 那為什麼說 去到九成半以上呢 就是我到晚上 當這個警察 就是 去做一個簡報 就是拘捕 第一拘捕他 雖然 黑警 你可以說 他們經常都是亂拘捕 但是 其實 因為拘捕他 是要有很多 中足的證據 因為你準備要控告他 才會做 尤其現在 有這麼多傳媒 有這麼多美光燈的壓力 我覺得他有相當信心 而且更重要 就是你聽他剛才說 他說警方已經掌握了一些資訊 確定他是安全地 承搭了交通工具離開 他就沒有說到 究竟是什麼交通工具 那些人還說 你警察為什麼不說 當然 因為他怕你又夾口供 這些就是警匪之間的鬥力 我就知道你這件事 是有很大的嫌疑 我是不會把所有 掌握的資料給你 我免得你跟律師 可以夾口供就快 他就會慢慢擠出來 當警察都說明 他已經確保了 他安全離開這個旺角的時候 你就真的很難再推翻這件事 唯一一件事 你是相信警方說謊 是沒有這條片的 他是沒有掌握到 林子健的片 是他自己說的 或者你真的說 他拍照片 真的確保到 這傢伙一定不是林子健的 否則我就覺得 都很難拆 當然了 95% 都沒有100% 這個世界都不知道 有多多東西 是95%翻案 川普去到脫歐 很多人都說到九成以上 所以 暫時我看到 情況就是這樣 但今天想說的重點 當然不是在林子健的案件上 可能你稍後 你稍後 你稍後 你稍後會說多一點 這裡最主要說幾個 在我身邊觀察到的白態 社會的白態 第一件事 當然我自己覺得很搞笑 香港人 你不要罵官員 屁股指揮腦袋 一不做官 就說人話 一做官 就說假話 說官話 香港市民 何嘗不是屁股指揮腦袋 Fatwire 曾經是香港的黃絲也好 民主支持者也好 是最讚揚的媒體 他踢爆大陸的地鐵車 在新加坡 還有核電廠的市場 很厲害 但現在的問題 是因為他報導了一些 你不喜歡的新聞 所以你就質疑他 他肯定是跟大陸合謀 最初就說 這些資料你怎麼會馬上有 為什麼你播完之後 警方就馬上拘捕 人家Fatwire 已經出了一個澄清新聞 我會逐間逐間的店舖 去問他們拿閉路電視 如果你不相信他 你就直接去店舖問 有沒有一個Fatwire的記者 問你拿過這些片段 這一點我記得在報道 也有傳真社說 其中的油麻地的職員 就是店舖 給他一些片段 他就說 警方其實也跟我們說過的片段 是不可以交給記者 是不可以交給傳媒的 其實也證明了 其實對之前這些片段 也有給過警方的 是 第二件事就是 其實你很快就能對得到 你Fatwire有這些片段 你警方也有 很快你會對得到的 還有我自己 這一點我要補充 是不是交給 全真社的公信力都很高 是的 這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他建立這麼高的公信力 就是因為他報道一篇 你不喜歡的報道 就變成跟大陸交給 變成破壞香港民主運動的 一些共會等等 因為交給的機會不太高 為什麼呢 我覺得最大原因就是 你去交給警方 高調抓人 是因為Fatwire 做了這些片段 其實警方一直都知道 他已經有部署 結果就迫到香港警察 要提早去 去抓林子健這個部署 這是一個相當合理的推論 但是我只是覺得很悲哀 你香港不就是這樣 報道一些你不喜歡的新聞 這間公信力就沒有了 大哥 他跟香港另一不同 他不是有自己的立場 有自己的背後的行動 他現在報的全部都是事實 他不像我們說 這個林榮基事件 硬硬撈人家 是因為暗示人家 因為陶瀉鬥 所以被人挾持 去貶低人家 他純粹就是 我播了一些閉路電視 告訴你 哪個位置什麼時候見到 找一些很客觀的資料 如果你這樣也接受不到 你香港人就不要說 什麼新聞自由言論自由 然後最短的離譜 有些人就說 喂 你這樣搞啊 你不是打擊了香港民主運動 喂 傳媒最基礎的原則是什麼 就是報導真相 喂 現在FatWire 就是當他知道 就算我知道這件事 其實是會打擊到香港民主族 但難道你隱藏他不播嗎 喂 還有這些事是遲早見過的 不是只有FatWire 有嘛 警察也有的嘛 去到警察公佈的結果有什麼分別呢 喂 為什麼香港人 去到這個地步 是這麼愚蠢 這麼反智 甚至連你自己捍衛的言論自由 你都可以推翻的 我真的覺得很悲哀 第二樣當然就是很多網絡KOL 其實現在分開兩組 一組就繼續加註 譬如曾自由到今天都覺得 喂 很有問題啊 你看看那個人 即是那些行徑舉止 其實跟原本他還沒戴帽 那些是有很大的分別的 還有強力部門有什麼做不出 是啊 這樣就不妨礙 他放了一條片出來 當然就不會被你見到 雖然我心裡說 現在都沒有什麼 要怎麼撐 你為了5%去搏 你會不會高風險一點 不過這個很快就會水落石出 我就不去評論了 反而就是評論 另一群人 就是開始去嘗試做些傷害控制 當然了 之前其實有很多好事 例如林忌說 這件事只有兩個可能 要是你相信共產黨 要是你就相信林子健 我心想有沒有這麼搞笑 就是這件事 如果我不相信林子健 就要相信共產黨 那如果林子健真的說謊 那是不是全世界都要相信共產黨 是不是這麼混亂 你們這些KOL 就是連這件事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有一些人 就投入得太厲害了 其實這次最大的靠分是什麼 警察真的做得好 我抄了我 我又是貼了那條片 跟車太貼了 喂 有很多人就在說 其實這件事 當然另外一群人就是Trizz 就說 其實我們關心這件事沒錯 撞車是沒錯的 我要分開兩件事說 關心這件事當然沒有錯 沒有人叫你 當然要關心 但是撞車就是問題 沒有人投入 如果你開錯 對他抱有一點點懷疑 令你不會純粹用這件事 立刻說大陸真是壞 你看他多殘酷對待那些人 你等這件事有進一步的資料 你才進行這些批判 做了這些判斷 你現在就不用這麼混亂 在那邊說 有什麼可能 那個人自己釘自己 苦肉計那麼厲害 很大損失 你現在就是一個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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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現在下面的留言 一定有很多腦修成 香港就是這樣 由曾駿華選舉到現在 就不能夠接受自己失敗 永遠都找一些藉口和自己開脫 其實我們撞車有什麼問題 起碼顯示了我們關心這件事 當然有問題 下一次又有這件事 那又怎樣 你現在不停削弱我們自己 對於這些事的公信力 這次他可能是某一些原因 結果發覺不是中共做的 你硬誣了中共 下次中共捉了這傢伙 喂 人家就可以 黃國健 郭佩帆都說 你不是又跟上次覺得 林子健這件事幾個混亂 你這些混亂 說什麼混亂 你明白嗎 你現在是削弱整個民主運動的路線 你以為你死撐 你以為這樣投入下去撞車 就叫做幫那件事嗎 麻煩你醒醒一下吧 另外當然有很多事情說 還有一件事我想說 就是 今次很多KOL 都是我發覺落著很不智 其實我最初為何會覺得 林子健有問題 就是我之前也有說過 就是因為我看過快必有一段影片 其實是很久之前 他不知道 應該是在迷米的時候 他就說 我對於林子健的印象 就是他跟他反面之後 以前很熟悉 以前在青台做得罪人 多稱呼人少 其實他可以告訴你 我經常聽的 質疑林子健有兩個人 當然兩個人 一個就是快必 一個就是何志剛 你說何志剛是神經病 什麼都說是敵人 他都是亂交亂交亂交 但你想想他們兩個 跟林子健有一個共通點 大家都是中大崇基神學院的學生 所以他們就是很了解這個人的本事 快必跟林子健很熟悉 那時候快必就在某一個節目裡 然後他就說 我對於林子健有一次 就乘搭地鐵見到他 然後他突然找一些蛋糕捉紙 那時候已經覺得 如果你這樣說 而那時候是對於林子健 沒有任何客觀的問題 是需要批判他的 這個評價反映他的精神 或者蛋糕捉紙 類似這樣 總之是一些很 不是正常人會做的事情 所以一開始 我就是因為快必這個資訊 我就覺得這個人是有些問題 但是很可惜的地方是 其實我不妨在這裡說說網絡是非 即快必起初這件事 最初就是一個Facebook status 就說 關於這個案件 我是不會全盤接受的 很明顯他也看到這件事是有問題 即他不是全盤相信 但是很不幸的地方是 因為他要在D100做節目 整個D100的台 都一定覺得林子健被迫害 很快他在一兩個小時後 就刪除了這個Status 就變成了 我是會真心相信林子健這個人 其實有很多 一早就已經覺得這件事 他只是希望真心 就是不管了 就是你不用幫他兜 兜什麼事 然後他就在D100說 林子健就被迫害很慘 沒有兜的了 現在我只可以告訴你 有時候有些人是知道真相 但是他背後因為有些壓力 有些立場上的需要 他就要隱瞞 或是要貶低自己的智慧 或是蒙蔽自己的智慧 那殷山呢 那殷山呢 我不知道我沒有聽 可以等下給你一部評論 第二個我想說的就是陳雲 很多人就說陳雲 一早就有師又中 他說他是自編自導 這個民主黨虎玉計 我告訴你 就算我是認同這件事 不會是中共迫害 但是我肯定 就是從我個人角度來說 不會是民主黨自編自導 一來他們沒有這樣的智慧和膽量 以來如果一班人做 是不會做到有這麼多破綻 還有我都相信 如果他是為了補選 而是要虎玉計 就是增加他民望 什麼都好 民主黨畢竟 在地區裝割那些 就是他夠照 我覺得他們要為了補選 去做一些事情 是不奇怪的 骯髒立體事情 是不奇怪的 但是不會做到這麼懶 但是有很多人 不好意思 包括你 有很多人的盲點是什麼 第一 就是他們覺得 民主黨沒有理由去做這件事 就是你先說陳雲 但是你又不可以說陳雲中 為什麼 因為陳雲在半天之內 就是幾個小時 就說這件事 一定是中共特工打林子健 其實他一早就買了兩邊 浪費了 所以你說老師又中 其實都是沒有中 因為他是買齊了 買齊了 就不叫中 另外還有就是熱血時報 我也挺詫異 作為一個他們這麼不相信 民主黨的媒體 竟然在這次事件裡 是認同他們受到迫害 是譴責一些人去迫害林子健 我心想你們平時的智慧去了哪裡 還是因為某一些政治衝突 你覺得不要想建造這麼多敵人 所以這次你就跟著大隊 一起去批判中共 去迫害林子健 我自己覺得這幾個媒體 我都覺得挺可惜的 有一個和你都是 裝完身了 從第一天都不相信 不相信就不等於跟我立場一樣 因為他們不相信 全部都覺得是民主黨自編自導自己 我就說一忍還是不是 因為我都說過 何俊仁一開始在記者會上已經說 我們從來沒有被人搞過 我們幫林華爭取的人 我們也不相信 這件事會搞到 有人要用釘書機去釘十架 搞到這麼嚴重的一個肉體傷害 我早就說了一群老鴿 自己都不敢相信 沒有辦法 但是有些乳鴿 或者林子健很想開記者會 就唯有出來了 所以就算大家都覺得這件事有可疑 我們都是不同層次的 莊元申和陳文是另一個層次 我是不相信民主黨有做這件事的 因為已經超時很多了 最後再說多一點 其實這件事 我自己覺得 大家最大的一個教訓 一定要明白 我們不可以 所有事情都在未了解整個事實的時候 你就完全去消費利用它 將它作為一種對準政權也好 消滅異己的武器也好 有些人 其實還說 我們這次學到一個教訓 就是不要死撐一件事 我心想 2013年 九龍城誘拐嬰兒案件 那時候又是全城安排 他不見到嬰兒被大陸火搶 沒有人 那時候我告訴你 全國蕭先生 沒有人敢質疑 那個媽媽是不是有疑忌 我們有什麼就全力去找小孩 喂 今天四年後 歷史又是重複 還有這些都不關阻不阻礙的事 有些人總是說 這些就是阻礙死撐的惡果 2013年 那些死撐的不是左膠 而是本土派 是全部本土派都覺得 這個嬰兒一定被人拐大了 結果後果 結果結果 那結果是 就是媽媽自己遺棄的嬰師 喂 四年後 今天 這些本土派 一樣有很多人 已經屈服了主流意見 然後覺得 林梓健是有問題的 所以 歷史又不停重複 我只希望這個輪迴可以到這裏就終結了 喂 下一次再有人利用一些道德高地 或者一些被害者的身份 去告訴你一些很荒誕的事 或者很可疑的事 大家停一停 想一想 或者保持一個距離 不要這麼快去用這件事 去寫很多專欄 哎呀 這些就是大陸迫害 我心裡想 你猜得明白爭治 這幾乳酸 就是說 這些建制派在嘲笑他 他不明白這件事一定是真的 又或者 是難道他自己釘十架 一定是中共迫害 說到這些東西禁死 你就轉不出來 好 今天這個恐懼教授到這裏 下個星期再見 請問完 解釋 李 靈